Audio Jungle 一到十八年上映七年间补拍了《N4》其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是西南联大的一名超级学霸,他出身豪门,但因为时代的背景觉,一头笔从容,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自愿参与了最残酷的战争,奔赴一场减难却向曲抚一场盛宴,他的原型来自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沈崇慧,这位湖北武汉人在抗战中应用殉国, 在南京紫金山北路的抗日空军烈士墓园里,沈崇慧烈士的悲恩如下,沈崇慧中卫飞行员烈士,湖北武昌人,中央航校三期毕业,热空军二大队九分队队长,1937年8月19日于上海白龙杠扬面夹击壮臣日监,英勇殉国,十年27岁,追赠上位,出生富裕家庭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沈崇慧, 1911到1937年,湖北武昌人,他出生于富裕家庭,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因为爱好体育,1921年,他考入北京成达高等小学,后入天津南开中学,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清华大学棒球队员合影,中美沈崇慧在清华的四年, 他是学校足球和棒球队的代表,经常作为北平及华北区的运动选手,参加全国各地的运动会,获得不少荣誉,他难开,清华的老同学黄中福回忆说, 有一次雨白来的球,对决赛,一球将他的门牙打落,血流满脸,队长和球员喊他下去,连观众都吼起来了,他因战况紧急,输赢只差12分钟,频频摇手,毫不迟疑地撑下去,沈兄爱团体,而很牺牲的精神,被认为是无与伦比, 愿我们同学永继英智,互相归劝,共同前进,而孝死国家,苟一日得雪就恨心愁,由于生者,已鲜花果酒,殿诸固有灵钱,那么,他们虽牺牲于今日,亦可无疑恨于将来,惜我们共勉之, 这是沈重慧的字免书,也是他决心笑死国家的诺言,投笔从荣驾驶战机与日军,同归于1931年918事变后,沈重慧领导各大学学生组织义勇军,1932年在清华大学毕业不久,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毅然投笔从荣,考取中央航校三期杭州简桥航校,入轰炸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 当时投靠飞行员的要求是身体合格,高中毕业,而沈重慧作为清华土木系毕业生投考航校,可见其包裹决心之大,沈重慧在教练机前留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松户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军队在上海地区展开了决战,沈重慧和他的战友们每日出动两次, 多次执行轰炸日军目标的任务,摧毁日军登陆的弹药库和后勤基地,使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沈重慧1937年8月19日上午9时许,飞行中队分队长沈重慧和他的战友们在安徽广,得再次起飞,奉命轰炸日本舰队, 当飞临上海南汇区上空时,他驾驶的904号,诺斯罗普2E轻轰炸机出现故障,尾部冒出浓烟,飞机速度减慢,落在机群后面,返航亦不可能,指挥长官命令他袭击跳伞,落入我方控制的南汇区,他本来是有这个逃生机会的, 这时他发现了停泊在吴松江口外白龙港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和其他日舰,便依然决定和同机战友陈希纯一起,驾驶飞机静直撞击日旗舰,与敌同归于近,年仅27岁,我的身体,飞机,当与敌人的飞机,兵舰,阵地同归于近,与敌同归于近前,沈重慧与陈希纯高喊着这句空军誓言, 在清华西大操场南啸河与山之间,伊山傍水有一块黑色的花钢岩石板石板上面,有文艺多在内的43位清华校友烈士人,名审重慧的名字就在前十位网友,在电影院哭道不能自以网友们看完这部电影,纷纷评价,他们的爱与风华只问自由,只问深情,只问成放,只问初心,只问敢勇,无问西东,七十多年过去了战火的硝烟, 早已散尽但那代人曾勇往直前,无问西东想先被致敬。